分别是网面还有PP膜 大部分的地方还是用到PP膜的材质 所有内侧的一个色系用到了网面的层线 整个鞋面还是比较韧性比较足的 而且穿起来的话强度也足够 在做一些变相或者说急停止跳的时候 整个网面也能减少发生形变的过程 其实整个色系来说保护性能不错的增加 KTC在脚踝的部分填充物也是非常厚实 穿起来有紧锁双脚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上面的话会有样金金的一层磨砂材料 更加增加于鞋内的一个摩擦 提升整个紧锁感 这一双KTC周围克兰唐森第七代的签名鞋 它整个鞋上当然少不了很多克兰的个人元素 鞋舌上面会印有ring的一个英文 它上面会有一个闪卡的色序 不同的角度会在那边显示 和它的logo还有KTC的logo 包括11这个号码 小后门位置的话也会有固若金汤这四个字 与整个主题做了个相互印的同时 也充满了整个中国风格 KTC总体搭载的是 带科技超级建物里发号的材料 也是ETPU的株力 穿起来的话整个极限缓震极限是非常高 而且缓震的一个效果也是特别明显 特别适合大体重的球员 或者说大体重的投射档球员去穿着 KTC总体位置的话也会有一层ETPU的一个包边 它也是里面含有Smart SAM的吸震材料 更好地提升了整双鞋的缓震极限 而且也提升了整个保护性能 鞋底的话则是用到了更加耐火的橡胶材质去进行呈现 而且里面的话还会有一块来自于德国进口的尼龙纤维碳板 增加了整双鞋抗扭矩性 即使大力的去扭动整个鞋子也是非常难去变形 这也是增加了整个鞋底的稳定中央